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羊的女人,谁敢动?》 作者,烟花惹笑 演播,一刀苏苏,一种侃侃 透气之作,千雪 第九百零二集 从阳光高照,到日落西山 帐篷里面的人还在忙碌 守在外面之人也越发着急 大夫在有需要的时候进去一会儿 很快又被请出来,具体情况不知 其他的兄弟更是完全不知道里面的情况 终于,等到里面的兄弟再次出现在大家面前 大家看着他,神色都非常着急 如何? 一位大夫轻声问道 他曾经进去,也见识过里面让人毛骨悚然的场面 九儿姑娘居然在病人的心门上动刀子 沾满血液的布到处都有 血水换了一盆又一盆 非常吓人 准备浴水送进来 兄弟的脸有几分苍白 就连声音也没有一贯的洪亮 是害怕还是虚弱,谁也说不清楚 好,我们立刻就去准备 大夫猛地点头,也不敢多问 现在,一切都比不上将里面的人救活重要 兄弟没再说什么 转身进去,回到椅子旁坐下 不远处,已经帮不上忙的霍白雪 也坐在一旁,被挪到中间的床边 凤九儿娇小的身影还在忙碌 除了偶尔提起衣袖擦一擦汗 两三个时辰里,她一直都在忙碌 这儿并没有什么消毒条件 手术的风险也大很多 凤九儿只能让大夫准备了药水 给剑衣泡澡 一方面可以消毒 另一方面也能促进伤口的愈合 大概一分钟过去 大夫的声音从外边传了进来 霍将军 秋儿小姐,浴水已经准备好了 是现在送进来吗 让他们送进来吧 只留下一个兄弟帮忙便客 凤九儿的声音响起 手术算是成功了 但只是成功了第一步 后续的治疗还不少 好 霍白雪站起来 举步往外走去 手术中 在她的坚持之下 又一次用上了她的血 此刻的霍白雪 脸色看起来比之前要苍白不少 兄弟也站起来 等候吩咐 送玉筒进来的兄弟 转眼也离开了 只剩下一同进来的大夫 在大夫和留下兄弟的帮助之下 剑衣终于坐在了玉筒中 探了探她的脉搏 不见有何不适 凤九儿这才真正松了一口气 大家辛苦了 都去用膳吧 这里暂时不需要帮忙了 好 大夫点点头 对了 凤九儿抬毛看了大夫一眼 给这位兄弟和白雪 抓点补充气血的药材 做老母鸡汤 是 九儿小姐 大夫再次汗手 大夫和兄弟转身离开 帐篷的帘子落下 帐篷内 只剩下坐在玉筒中的剑衣 和守在她身旁的凤九儿 小心翼翼将剑衣大侠的脑袋放开 凤九儿过去搬了一张椅子过来 坐下 依靠在玉筒中的剑衣 还在昏睡中 坐在一旁的凤九儿 手肘放在玉筒边沿 拖着一张白皙的小脸 一顺不顺地 看着熟睡中的家伙 总算是熬过来了 他们的剑衣大侠一定会没事 能熬过这一关 情况暂时也稳定下来 今夜是关键的一夜 凤九儿就这般看着剑衣 不知道过了多久 竟趴在玉筒中睡了过去 霍白雪进来的时候 凤九儿依然趴着睡熟 她竟然发现 这位自己从未见她 睁开眼睛的男子 此刻正睁开双眸 看着身旁的女子 知道有人进入 剑衣抬眸看了近来之人一眼 只是一眼 她的视线便回到凤九儿身上 霍白雪不敢打搅 将准备好的饭菜 轻轻放在一旁 看着眼前的两人 她一句话都没说 在桌子旁的椅子上坐落 却不想如此轻微的动作 还是将熟睡中的人吵醒 凤九儿缓缓睁开双眸 明知道有人进入 她第一时间还是要查看剑衣的情况 看到剑衣正看着她 凤九儿还以为自己做梦 便用力掐了自己的脸蛋一下 疼 剑衣 凤九儿轻身靠过去 差点就将剑衣的脑袋抱起来 狠狠亲上一口 你醒来了 什么时候醒来的 现在感觉如何 哪难受 凤九儿看着剑衣 愉悦的心情 感染了帐篷之内的两个人 哪都不难受了 剑衣微勾了勾唇 哑声道 对上她的目光 凤九儿深吸了一口气 垂毛看了一眼 将手拿出来 我看看 剑衣将手臂在浴桶中拿出 放在浴桶边沿 凤九儿生怕她的力气不足 立即伸手握上了她的手臂 玉纸落在她的脉搏上一会儿 凤九儿看着剑衣的时候 脸上的笑容更深 剑衣 你太厉害了 你身体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强 我还担心你 不知会贪睡多久 没想到 回头通过帐篷帘子里的缝隙 往外看了一眼 凤九儿确定 自己睡了不久 看到近来之人是霍白雪 她对着霍白雪 微微含笑 便回过头看着剑衣 失而复得的感觉 凤九儿不知道该怎样去形容 不管如何 她的剑衣真的回来了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行了 剑衣 我说了 你和别人不一样 话语刚落 凤九儿站了起来 在她想要转身的时候 剑衣握上了她的小手 九儿 她低换了声 凤九儿回头看着她 伸出另一只手 在她的脑袋上揉了揉 醒来就好 等你醒来 我们再一次攻回去 兄弟们 都还在等着我们呢 剑衣对上她的目光 点点头 好 我们一起攻回去 凤九儿捋了捋 她随便被自己 扎起来的长发 含笑道 抱歉 是我弄得丑了些 不过没关系 等泡垢两个时辰 我再给你梳梳头发 没事 你长得那么帅 也不影响 放心吧 剑衣 并没有在意这些 凤九儿 只是看到了 和她的脸 不相符的发型 有半点心虚 没等剑衣说什么 凤九儿回过头 看着霍白雪 剑衣 我跟你介绍 凤九儿说话的同时 霍白雪站起来 往他们靠近几步 她叫白雪 家父是霍尹平 莫城城主 此次带兵支援我们的人 便是白雪 啊 对了剑衣 白雪 还是你的救命恩人 回头看了剑衣一眼 凤九儿笑得有几分狡诈 她今天两次给你书写 你以后 可要好好报答人家 知道了吗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